第七十一章 尊者 听他有节责之意 孙福平赶紧答道 这里的祭品跑了 只能动用外面的备用法阵 再将尊者召唤进来 外面出了什么事 宁可有不适 他献祭的第一选择是贺林川和茅涛 但这俩货见机溜了 他只能动用后背计划 将贺纯华等人当作祭品 再动用手段将请出来的神明召唤到这里面来 多一次中转 那也是无可奈何 年松玉板着脸道 外面出了点纰漏 导致我力量减弱 这头黑胶循环附生 必非真身 我需要你找出他的立命之本 说吧 抬手在孙福平头上画了两圈 做洒水状 纸缝里露出点点微光 如飞花 如影雪 细细碎碎 落遍孙福平全身 在别人看来 他好像往孙福平身上洒了不少量粉 只有孙福平自己知道 这一下如春风话雨 头脑心肺胃之清爽一心不说 连身上的伤都好了 七七八八 原本贺凌川嫁主攻城军械 给他两轮狂轰乱闸 那都不是普通人销售得起 孙福平保命大招进出 再加上年松玉拼力相护 这才勉强支撑下来 但伤势也很重了 并且 内伤比外伤还要严重数倍 能站着都已经是奇迹 只是楼上还站着十几个小贼 他不得不强烦声势 尊者却轻而易举 抚平他的伤情 这非人力能为 孙福平当然更是心生重样 请尊者指教 他并不清楚 眼前的尊者 其实很不满意 神将是个极其危险的过程 尤其再没进入城街的皮囊之前 所谓的天神意志容易受伤 在这过程中 孙福平没有从旁护持 已经犯下大忌 然而 神将成功的次数 屈指可数 这个秘密 又不足为外人道也 孙福平 就算把点击翻烂 也不可能知道 幸好尊者 还需要他来摆平自己的麻烦 因此 额外挤出一点神力 抚平他的伤势 既是黑骄立身之本 那就是从头到尾 不变之物 也是这场大火烧不坏的东西 对了 他也不是大方虎 你既能一路找到这里 想必会有心的 尊者给出提示 接下来 就要孙福平想办法完成了 后者点了点头 赶紧诱到 尊者 我的国师之位 年松玉露出一个阴沉的笑容 能从这里出去 你就能趁心如意 孙福平心头的大石 终于放了下来 在大风军再度进攻前 奔入了废墟里 尊者只给了一点提示 孙福平琢磨烧情 不由地动容 找出黑骄的立命之本 翻译得通俗一点 就是找出对手的命根子 然而 这句话的重点 不仅仅是 黑骄的真身 不在战场上 这磨个讯息 孙福平有眼力有见识 早就看出 黑骄不死不灭的原因在于 他事先将害藏了起来 在借助大方虎的力量 反复修补伤势 对于他这样的怪物 来说 没被打中要害 怎么会死 然而 尊者话里有话 细思极恐 孙福平此前一直认为 黑骄就是大方虎暗生的 弃灵 若真如此 尊者要他寻什么 立命之本 大方虎不就是黑骄的 立命之本吗 可尊者特地否认了这一点 所以 那头黑骄到底算是什么东西 孙福平奔行片刻 甚至在废墟里住足好一会儿 脑海里才有灵光闪过 难道 他折换方向 往正北而去 眼前的满城废墟 才是当年联军退走以后 盘龙古城的真正模样 之前的祥和附属宁静 不过是镜花水月 可这前后二者之间 总有些不变之物 很快 孙福平就路过了高门大院的中宅 这是终胜光后来从臣家人 手里买下来改建的 门扁也换掉了 然而孙福平没有逗留 这里不是他要找的地方 他静止穿过鼠牙 又越过巨大干涸的沟壑 最后找到了另一片废墟 官舍 至少他们被毁前 曾是盘龙城的官舍 这时的官舍与和平时期相比 也有巨大改动 但孙福平还是很快 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那是一套没石膜特色的宅子 只有两个房间 一个小院 院子里有个坟包 孙福平没理会这个坟包 而是转身到两个 已成废墟的房间里 一顿翻找 大床 梳妆台 小床 他甚至翻开梳妆台的暗屁 却发现里面的东西早就焦黑 湖成一团 这些都不该是黑胶的立命之物 可地方也就这么大 东西也就这么多 难道他的推断有误 汗水从孙福平额上滴了下来 时间就是生命 尊者在那里拼尽全力 独斗大方湖的怪物 他若不能尽快找到翻盘的宝贝 那嬷嬷说今后的远大报复 就是他自己这条命能不能保住都不好说 孙福平在宅子里来来回回转了三圈 兴许被焦虑蒙蔽了双眼 他转完第三圈后才猛地转身 又奔回主屋 摆在这里的床已被烧到 只剩个烂框架 墙也只剩半堵了 还被烟熏得黑不溜秋的 但是 这半堵墙上却有个灰底的印子 那是墙本来的颜色 看上去 好像这里原本挂了什么东西 在起火时挡住了火势 才没把后头一小片墙皮熏黑 这个形状 孙福平自言自语 刀 我记得这里挂着一口刀 对的 这里就是钟圣光还未当上指挥使之前的住处 他之前就来过 并且在这里找到了拔林探险队员的坟墓 并且在等待年松玉的过程中 孙福平也是把这套宅子好好逛过一遍的 对里面的摆设有些印象 事实上 这套官社的家具太过简单 来来回回就那磨几样 想记不住都难 墙还在 床还在 挂在墙上的刀却没了 灾后的墙体说明 这把刀从头至尾一直存在 符合尊者所说的 大火弄不坏 所以不是他的推断有误 而是有人拿走了 孙福平站起来 从牙缝理解出一个人名 恨不得连这几个字都撕碎 赫灵川 小别独自 一向沉稳持重的孙国师 终于忍不住抱了粗 荡出四人寻到这里 很是讨论了一番 就分头行动了 在那之前 还有空巡是整套宅子的 除他之外 就是赫灵川了 第七十二章 黑胶立命之本 抢前一步 拿走宝刀的 恐怕只有这小子 这一路走来 都把他看作 顽固 荡真是走眼了 孙福平的目光 在废墟中群寻 这磨大一片地方 怎么找人呢 赫灵川应该刚刚离开 赫灵川奔行在废墟中 刚好路过废弃的棺树 这里有座很高的角楼 并未完全毁于战火 他怀里还抱着 那把胶口吞还的刀 是的 不久前 他偷偷从城墙侧边溜了下来 绕开战场 重返官舍 目的就是捞取 中圣光床头这口刀 食人助武 刀环剑柄多用 牙字 是柴身龙手的形象 其余两三成 才会露可谓各种怪兽 中圣光床头这把刀 丙环就是个直角的胶头 赫灵川来过两次 也莫把他当回事 注意力全放在其他摆设上了 尤其是梳妆台的兰花书 可黑胶起于官舍被毁 显然他与中宅有特殊关联 再看黑胶的大脑袋 那笔直不分差的尖角 跟刀环上露刻出来的交手 不能说毫无二指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赫灵川也忍不住 钦佩自己强大的记忆力了 当他走进战后的官舍 看见这把刀 安全无恙地挂在残墙上 连一点鱼黑都莫沾染上 就更加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这把刀有异常 它应该存在于 和平时期的官舍 因为中圣光 就住在这里 它不应该存在于 因为中圣光 早就搬进了大宅子里 这把刀出现在这里 就格外违和 并且 它光滑如星 并未受到战火影响 可见在真正的历史当中 火起时 它也不挂在这堵墙上 赫灵川虽听不见 年松玉对孙福平提起的 黑胶利命之本 却敏锐地察觉到 这把刀 对于黑胶有特殊的价值 取刀在手 面对黑胶时 就会多一分保障 他拔出新战利品 看了一眼 雪亮如秋水 一出窍 就寒意亲人 周边气温至少低了两度 刀身弧度完美 重量均匀 最重要的是 手感极佳 握于手中 如同前臂的延伸 丝毫绝不出 新武器的声色 倒像是老友重逢 随手一挥 旁边比他脑袋还粗的柱子 就断得无声无息 可惜啊 刀身有一道裂纹 从刀背延伸去刀刃 隐于三分之二处 贺灵川还嗅到了 极浓重的血裂之气 明明刀身刀鞘都很干净 一丝鲜血都莫沾上 也不知他曾痛饮多少人的 井中热血 少年弹了弹刀锋 这玩意儿 能不能带出幻境呢 他想了想 很无耻地 将它配在自己腰间 现在 得赶紧回去了 他看了看 头顶越聚越多的妖鸟 这些东西 好像发现了他的行踪 不知道会不会下来抢夺 不过贺灵川马上就知道 他们只是次要问题 因为首要麻烦 已经从一条暗像里钻了出来 挡在他面前 孙福平 贺灵川已经停步 打了个哈哈 孙大国师 这么巧啊 怎么办 往哪逃 他脑筋转个不停 孙福平看他的眼神很怪异 既狂喜又怨毒 他向着贺灵川伸手 刀泥 发现宝刀失窃 他就开始了 疯狂找人漠视 信赫地拿刀在手 不可能像上一回那样 躲进废墟完失踪 不然 寻刀也没了意义 他一定会带着这个重要筹码 返回南城门 孙福平要做的 只是截胡而已 官舍和鼠牙都在胡边 贺灵川能走的路 其实不多 终于被他截住了 贺灵川手按腰刀 恰好挡住刀环 脸上愕然 什么道 国师您在说什么 孙福平呵呵一声 也不跟他废话 顺手扔了一套蝉丝绳出去 这宝贝 平时就缠在他手上 伪装成红绳 被制出去后 迎风渐长 自动追敌 最后撒王捕鱼一样 将敌人罩住 大象都正不破 前提是 主人拉得住 并且 网眼上还能再负勾爪 又加伤害 又防逃脱 贺灵川才跑出几步 就见大王从天而降 将他一把兜住 孙福平再用力一扯 网眼的勾爪激张 若不是贺灵川 及时抬手护脸 恐怕眼睛都要被抓瞎了 饶事如此 他露在外头的皮肤 都被抓出到道血痕 有些倒钩 直接扯出肉来 疼得他呲牙咧嘴 孙福平手掌一番 又有三道真火 顺着蝉丝绳的主线扩散 呼 一声像是火上浇油 整张大网都附上了熊熊烈焰 那火焰甚至在惊鸿中 带出一点苍白 温度高得一呼寻常 转眼间烧化白骨 都是小意思 孙福平惊烫盘龙沙漠之行 已经图穷笔现 也不需要再留着贺灵川当祭品 这时就犯起无穷杀意 哪知贺灵川 哦 地大叫一声 只因被钩爪抓痛 却在烈焰里 好端端的 与此同时 他身上爆出一道蓝色光环 孙福平一看就知道 这小子身上有抵御烈火的法器 郁高温就自动出发 但他的真火强大 能把一般浴火法器 直接融掉 贺灵川头发都莫被烧卷一根 可见宝物不凡 贺灵川百忙中一低头 发现放光的宝贝 居然是那枚神谷项链 终于派上用场了 否则他几时吸纳 就会被烧成一具胶尸 孙福平亲自拔剑出鞘 打算上前一剑斩了他 熟料眼前一按 硕大的妖鸟 从天而降 两爪直袭他面门 这东西不好对付 锋利的尖爪 一不小心 就给人开膛破肚 更何况 他看起来褶皱松散的表皮 其实格外坚硬 拿小刀划拉半天 也开不出个口子 孙福平只得回防 但不忘给赫灵川 打了两缩暗镖 赫灵川大叫一声 没注意到 镖上滑下来几只黑色的虫子 头生吸盘 体态如屈 就往赫灵川的伤口里钻 这种东西 是孙福平从前随军 平定南方叛乱时 杀掉一名古师 收取的战利品 这古师用出的杀招 飞头骨 号称无形无影 可以百步之外 取人性命 其实就是利用这种古虫 钻入人身 咬破心脑 吸取精华 孙福平厌弃尸骨的手法 但对古虫的效力 却很感兴趣 这种古虫 吸饱人类 或者妖怪的疆血之后 会卷曲成球 消化两个月时间 这也是去无存经的过程 反复个三四次以后 古虫就吸不进更多疆血了 其自身也变成了 可以吞服的大补之物 尤其回复气血的速度快急 几乎完胜任意药品 第七十三章 他已经不是国师 事实上 这个世界 能够快速回血的药物数量 一只手都可以数完 几头骨虫都很瘦 所以 孙福平方才被弩炮 轰得遍体鳞伤 也没法用他快速恢复 最后 还是沾了神明的光 现在 他就要让贺灵川 来当自己的血牛 顺便尝一尝 是心事脑的痛楚 有异物倾体 浑身上下抓痕累累的贺灵川 尚无所觉 天上又降下来一只妖鸟 正好落在他身边 这鸟侧头看着他 好像正在思考 贺灵川可管不了这么多 大叫道 弄死他 帮我就是帮你自己 妖鸟听了却不转头 而是呼啦一声 放出几只蝙蝠 他的身体 就是由蝙蝠群构成 扮到这一点 轻而易举 蝙蝠扑到贺灵川的伤口上 快速啃咬西险 又麻又痒的感觉传来 唯独不痛 少年惊道 喂喂 你干石魔 妖鸟当然不会答话 只是张开双翼 坐视欲飞 贺灵川顾不得其他 拔出佩刀 对准王眼切了右隔 莫看这蝉丝绳身胶体软 其实是用血蝙丝 加上三百年的铁藤杏子 一起炼制的 比钢丝还要坚硬几倍 水火刀斧南青分毫 割了两下莫割动 贺灵川就想起 自己心得的宝刀 这时候不用啥时候用 事实也证明了 新的就是好 宝刀出鞘 切着蝙丝绳 就和割鱼网似的莫难度 三两下子 他就挣脱鱼网 不是 挣脱蝙丝绳逃了出来 一口气跳到妖鸟背上 顺我一程 妖鸟被他压得一沉 本能地想将他甩下去 也不知怎么又改了主意 拍拍翅膀 开始助跑 他身躯庞大 坐不到直上直下 得起跳戒力才能飞行 孙福平一看就急了 百忙中一敲法杖 瘦手张嘴吐出几颗火球 连环炮一样 射向贺灵川身下的妖鸟 其威力虽赶不上工程炮 但打烂他的翅膀 或者把贺灵川炸个半死 还是没问题的 前提是能打中 其他妖鸟早在周围盘旋 剑状俯冲直下 以身躯替贺灵川挡去一劫 这石鱼寄火球 真就没打中他 对方的临时坐骑腾空而起 孙福平铁青着脸正要再接再厉 不料身后冲出石鱼人来 卫手的大吼一声 住手 正是贺纯华帅重刀了 素来温雅的郡守大人怒形于色 孙福平 我们为你舍身犯险 你反倒把我们当作祭品 如此阴险毒辣 怎配为国师 就这么一耽误 妖鸟飞出树杖 往空中去了 孙福平暗叹一声 知道留下贺灵川的最佳时机已失 就算他还有什么追击手段 护在这小子身边的其他妖鸟 也不是吃素的 贺灵川跟着坐骑腾空 心头还因死里逃生 砰砰跳个不停 就见父亲抵达战场 不由得大喜 老爹 他不是国师 贺纯华一正 连继续发怒都忘了 什么 下去啊 贺灵川想跟老爹会合 奈何妖鸟 根本不听使唤 还是越飞越高 他从没用过设计令 距离拉远 贺灵川得扯着嗓子喊 他调配不了气韵 快把他往死里干 这个消息就太震慑了 贺纯华从前在都城里 献过孙福平 也确定 他是如假包换的本尊 但细思孙福平 进入黑水城以后 好像的确从未使用 自己的设计令施展术法 不是借年松玉的 就是借他贺纯华的来用 有人提出过疑问 他还解释说 怕冤前上的气息 引起三尸虫和怨魂的攻击 现在回想 这的确是个漏洞 贺纯华当机立断 指着孙福平贺道 上 干掉这个骗子 孙福平气的胡子都发抖 贺纯华 你这是犯上作乱 谁敢踏上一步 全族日后都会被千刀万剐 一个不小心 他被妖鸟 肩会凿了一口 血流如注 贺纯华笑了 不杀他就有好下场 你们想想 血迹大阵 想想被他献祭的同伴手足 同伴们在血迹大阵中的七历死相 历历在目 众人思之 也就铁了心要放手干 其实贺纯华心里的念头和儿子如出一辙 贺家父子已经把孙福平往死里得罪 管他是不是骗子 先杀了再说 否则孙福平一旦逃出生天 贺家就有灭顶之灾 孙 您二人死了 贺俊手法好交代 此时 贺纯华又有几个手下赶到了 他们进入池景后被分散去换进各处 这几个是发配到盘龙城里的 听闻兵任生就赶来加入战斗 负二十息 提声如雷 大风君也来了 近二百人面无表情 黑水城军见到他们还有些坠坠 但这些英灵直勾勾盯着孙福平 根本懒得多看旁人一眼 卫手的统领首先发动了冲锋 贺灵川已经飞到高处 从他角度看下去 孙福平被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 几乎要被妖鸟 大风君和黑水城君形成的漩涡吞噬 但凡长了眼睛的 都能看出孙福平已到穷途末路 贺春华森然道 这些都是怨魂 只要国师用出设计令 必能化险位移 然而 直到贺灵川的坐骑飞远 也没看见底下设计令发出的光芒 原来 那老货真的不是国师了 正虚细间 他突然痛的 死 得叫出声来 扭头一看 原来是趴在他身上 那几头蝙蝠啃开伤口 从里面咸出黑色的蛆虫 不管这东西拼命扭啊扭 就把他放到记主眼前 我身上的 不知自己何时中了暗算 贺灵川暗道一声好险 差点让自己给他陪葬 信森的老东西当真歹毒 他想拿小刀戳死这几个虫子 却被蝙蝠撞开了 不能杀 有用 绝不是错觉 这几头蝙蝠果然有灵质 他只好找了个可蜜蜂的小瓶子 把这几头蛊虫收集起来 妖鸟的速度很快 转眼抵达南部战场 而后降下来 把他放到城门上的最佳观战位 司徒汉凑了过来 大少 郡守大人下城寻你去了 我知道 他们正在围杀孙老头 贺灵川美好气道 你怎么不跟着一起去 这里总得留人关照不是 司徒汉前笑一声 我们在外面 被国师算解 前后折损了八十多个 现在人手不足 第七十四章 你离死不远了 贺灵川吃了一惊 心里止不住后怕 孙福平此行几乎把他们算计完了 若非石韵站在己方这边 明年今日就是贺家父子继承 不过他现在也不担心孙福平再翻盘 这老家伙接连施法 接连受伤 早就该又进灯库了吧 司徒汉诱道 我们和黑椒打配合 快把年松玉气吐血了 贺灵川往下一看 真是这魔回事 底下战况翻转 大风军配合着黑椒 狠狠压制住年松玉 城上的黑水城均时不时 还要再来激发弩炮助攻 那还是椒吗 贺灵川也发现了黑椒的异常 那是龙霸 他上一次离开时 黑椒虽然名位 椒 其实更像长了脚的大蛇 这一次再看他 居然长出四条腿了 头上的尖角也分叉 变成了树枝状 背部更是冒出了长长的几棋 一句话 这就是条龙 虽然来到异室 贺灵川还真没指望 自己有生之年能亲眼见龙 据说 那是生活在灵山大泽之中的生灵 近千年 末人遇过了 他怎么变的 大风君补充进他身体里去了 前后足足有三万人马呢 司徒汉挠了挠头 然后他就变成了这个模样 画龙以后 这条长冲的身形 反而比原来小了一号 更显灵活 不过 他的主要任务 也不是亲自上去肉搏了 而是念起一道又一道符咒 给为公年松玉的大风君 和召唤出来的魔元等物叠加 各种神通加成 能让同伴身轻如燕的 力大无穷的 皮操弱厚的 满场光环乱甩 让单体战力 蹭蹭往上涨 原本能打一个的 现在至少能打仨 别忘了 他们的对手 只有一个人 此掌比就消 年松玉检直渡渺如年 这一番骚操作 也看待了城门上的大伙人 司徒汉忍不住道 他是不是抢了国师的活 国师在战场上 也不过就是干这些活吧 这种群加增易法术称谓 恩泽术 覆盖人数越多 消耗的法力越高 就算孙福平身为国师的巅峰时期 放不了三四个 也会精精力尽 那还是 知覆盖千人队伍 哪比得上这头黑龙 施法像赫良白开一样容易 简直法力无限 从这个角度 反观年松玉 虽然显向还生 左右之处 但赫林川时在很佩服他 换了自己上场 被大风军这样围攻 大概一个照面 就成了人家马蹄下的肉泥吧 可年松玉的高强度战斗 已经维持了一刻多钟 当真是什么匪夷所思的手段 都使出来了 说不清是武技还是神通 反正城上的人们 看得眼花缭乱 南城门广场的地面 被打凹下去快一丈深 也不知道是哪一方前的 还是双方角力的结果 年松玉自己也成了血人 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 都在孤独冒险 偏偏还要激烈战斗 先前他挥挥手 就能平复孙扶平伤势 现在却对自己用不出来 显然是高强度的战斗 榨前了他最后一点余力 黑龙正在劝说他 你的皮囊形将崩溃 不若出来投降 可以不受苦楚 年松玉反手将一头 巨化魔原击碎 咬牙道 原来是个陷阱 你本就想诱我们 降下分身 话音刚落 大风军统领单刀突入 斩下了他的左臂 血如泉涌 年松玉后退两步 只绝头晕眼花 以刀主的才勉强站稳 他一直持双刀战斗 现在断去一臂 战力何止下降一半 现在他人 已经跟各血葫芦四顶 失血过半以上 莫说接着打下去 就是躺下来做急救 都保不住命了 年松玉的身体是废了 他的目光扫过城上的活人 没一个可用 这些人类的身躯都太脆弱 他即使强行附上 不出树石膝也会崩溃 何况还要进行高强度的战斗 而后 他就看剑鹤凌川 这个更不做考虑 他的眼神没有停留 直接落在黑龙身上 不要以为你的不止 天衣无风 若非我降临时 接连受过两次重伤 你我近况必然翻转 黑龙居高临下看着他 战斗没有如果 罢了 年松玉扔下武器 两手一摊 真没想到 我竟会对区区一个气灵认输 他投降得十分干脆 没事人一样 盘膝坐下 不管自己血流如注 这本来也不是他的身体 反而是黑龙十分谨慎 少动歪念头 你在这里插翅难飞 如在外头 天神能来说不定就能走 但这个幻境就像封闭的罐子 黑龙不接盖 谁也出不去 年松玉的脸色白得像死人 事实上离死也不远了 但他神情却越发淡然 你一定知道我想问什么 既然我快死了 答案呢 黑龙停顿了几秒 没有答案 我们秉斥医院 只要复仇 年松玉问他 你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 不关心 黑龙油尽 大头捶了下来 你还有什么遗言 有的 年松玉忽然转头 看向城墙 赫灵川 这句话 我是替平囊说的 你离死不远了 他会等你一成 还有你们 他说的是众活人 只有黑龙死了 你们才能出去 你们知道吧 吃瓜群众一惊 茅桃失声道 怎么会 不是说 不是说黑龙已经沉默 要放他们出幻境吗 话没说完 他眼睛突然发直 一伸手从赫灵川腰间拔刀 猛地站在墙垛上 这一下变声肘叶 谁都来不及反应 茅桃都已经飞快地连跺三下 贺灵川才喝一声 住手 茅桃身后的冰丁冲上前去 把他两臂牢牢鼓住 众人才发现 茅桃反转刀锋 敢用刀背剁鸡 就这样 都把三合土壘成的强剁 砸出鸡刀口子 最深的超过三寸 他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虎口都被震坏了 如果是个正常人 双手可能都拿不稳刀 茅桃本人双眼发赤 忽斥忽斥喘气 拼了命地挣扎 两三个人也按不住 他单手挥舞宝刀 旁人都忌惮 但刀锋锐利 不敢上前夺取 那香黑龙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就将您松玉吞掉 还狠狠嚼了两下 第七十五章 我的刀 你可以留着 鲜血从牙缝里躺了出来 他还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吞咽动作 赫灵川总算明白 魏师摩自己一行人 始终找不到把灵探险对首领 助根祖师的徒孙逃博下落 他大概和年松玉是同样的下场吧 抱住毛桃的人里头 有个杀匪术师忽然疑了一声 这是什么 他扯开毛桃后领 从背肌上撕下来一个化满符咒的黄指人 黄指一撕掉 毛桃的狂躁戛然而止 手一松 宝刀落下 一片混乱中 默认去接刀 赫灵川动了洞指尖 终究没有伸手 定 一声 刀挤朝下 碰在坚硬的铺路石上 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断坐两截 众人的动作像按下暂停键 只有目光直勾勾盯着地上的断刀 再偷眼去看黑龙 断了 刀断了 年松玉死前最后一句话 说什么来着 只有赫灵川知道 宝刀原本就有很深的裂痕 被控制的毛桃又用刀背砸墙 令他伤上加伤 每当场断掉已经很坚挺了 这一下坠地 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赫灵川脑海里毒石闪过几个念头 所谓的 天神 怎知这把宝刀就是黑龙的命门 怎知刀在赫灵川身上 怎知茅桃能将这把刀弄碎 或许他注意到赫灵川之身成妖鸟从南城回来 而孙福平阙下落不明 由此判断宝物落在赫灵川手里 那么另外两个问题呢 赫灵川知道 这里头只怕牵扯更多更复杂的内幕 但随着白光被吞吃 答案也没了 并且附身于年松玉的白光也算差了 下场就是被黑龙一口吞掉 若这刀早断个几夕 局面又会完全不同 乘上乘下 死一般的安静 接着魔源 妖鸟这些幻境生物忽然纷纷倒地 化成了飞灰 黑龙却朝着城墙游了过来 众人忍不住后退 赫灵川咳嗽一声 硬着头疲问 我们先前的协议 可还有效 魔化生物虽然没了 但黑龙本身的战力已经升级 城里还有纳摩多大风君英灵也听命于他 他若想要众人死 这里就没一个人能看见现现实的太阳 黑龙看看地上的断刀 再看看他 忽然笑了 你很机灵 我的刀 你可以留着 啊 他该说什么 谢谢 赫灵川从石面上捡起断刀 归于翘中 不 是我该谢谢你 黑龙摇了摇头 声音居然很平和 这磨多年来 你是第一个没有刨坟 却给我敬酒三杯的人 敬酒三杯 赫灵川并未惊讶 反而呼出一口气 果然是你 中圣光 这真是一个黑水城人如雷贯耳 却又绝想百年的名字 旁人文言 都是难以置信 司徒和讲话都结巴了 他 他是中圣光 中圣光是名将 但首先得是个人 这条黑龙 怎么能是中圣光 黑龙没理会旁人 而是低头对大风君道 护送他们 出盘龙荒原 大风君机名首领 都在马背上 躬身抱拳 毕恭毕敬 是了 除非中圣光本人 谁能让桀骜的钢铁之师 死心塌地 这时 忽然城南忽有声音传来 大方胡闹 却是贺春华 带着手下赶了回来 他一到南城门 就发现战斗结束 年松玉不知所踪 黑龙攀在城墙上 与儿子谈话 看起来局势并不紧张 他当即判定 天神已经输了 那魔说来是 自己这一方赢了 但今趟远征的目的 还远没有达到 折损了这魔多人手 就为了大方胡 你带不走 黑龙看他一眼 大方胡就是盘龙城 盘龙城也是大方胡 早就连位一体 莫说人类 神明也无法带走 否则他早就不在这里了 反倒是你 他转对贺凌川道 你的愿望说不定可以实现 贺凌川茫然 指着自己鼻子问 我的什么愿望 黑龙没有回答 反而面向南城 悠悠叹了口气 我的使命 终于完成了 声音里有疲惫 居然还有心血 以及众多贺凌川听 不懂的情绪 他有黑发亮的身躯飞 快度上一层灰霜 也就十几夕的功夫 巨龙从城墙上 怦然坠地 伴随一阵地动山摇 摔成了无数碎片 一代名将 再次化成了历史的尘埃 无尽烟尘扑面来 众人下意识闭眼舞鼻 平住呼吸 因此也根本无人发现 在黑龙眼中 光芒泯灭的同时 南城的废墟里 有一道红光冲天起 等到晨辉散去 大家睁开眼 才发现 自己已经站在 盘龙荒城的神庙前 年松玉果然说对了 黑龙消失 众人才能生离幻境 贺凌川双臂一张 抱住了贺春华 老爹 我先前以为 你被血迹了 他和贺春华本 没有这样亲近 只是听从内心的本能罢了 贺春华拍拍他的后背 然后正开 不习惯于长子这样亲近 取出半截断书 大风军就不再进攻 我们才有时间逃离阵法 你和黑龙交谈最多 有没有大方胡的蛛丝马迹可循 贺凌川奇道 他不是说 大方胡和盘龙城连位一体 取不出来吗 再说 我们都已经离开幻境 他根本不是气灵 而是个百多年前 就已经死去的怨魂 你怎知 他说的一定就是实话 贺春华不快 我们付出巨大牺牲 咱好空手而归 先前众人 只想着逃出升天就好 现在安全了 才发现 自己两手空空 一件战利品也没有 这趟冒险 收益和成本不成正比 不对 简直就是血亏 曾飞熊也道 没有大方胡 卧灵官的战事怎么办 司徒还忍不住了 你们都是正规军队 没有天神的宝贝 就不会打仗了吗 贺凌川拉开腰间的长刀一看 还在 没消失 这大概是幻境里 唯一真实的物体 老爹有什么打算 贺春华威意沉吟 再派人进去看看 于众不冤 同后退两步 谁也不想再进 那鬼地方去了 贺凌川随手捡了一块石头 扔进池井 扑通 虽说池水带着血色 但众人还是一眼看见 他沉到了池子底部去 第76章 闭门谢客 贺凌川再多扔两块石头 他们也是同一下场 这是树不接待的意思 黑龙死后 众人能出来不假 但连接秘境的通道 却也同时关闭 贺春华一阵沮丧 费尽千辛万苦 又是损兵浙江 还把高官杀了 后头千松郡 还不知道会怎么得罪 荀州木和大司马 毕竟年大将军最看重的儿子 年松玉死了 不知道卫石魔 丢失了国师之位的孙福平 也死了 他们的死 贺家父子 也没少出力啊 以后追查起来 汪廷会不会怪罪 想起来就前途无量 川儿 你向黑龙许了什么院 我自己都不知道许国院 贺凌川苦笑 指了指边上的官兵 你问他们 我和黑龙 可有多说过一句话 当时在城墙上旁听的人 包括茅桃 司徒汉 都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危急时刻 哪个有闲情意志许愿啊 这是战利品 贺凌川把断刀往前一送 老爹你要不要 贺春华有些无精打采 你拿着吧 惊心动魄十几小时 众人也乏了 唯一的好消息是 城外的狂杀风暴 已经暂时停了 沙漠重新露出 他暗沉沉的底色 贺春华下令原地休整 明天一早再打道回府 因为大风军 也跟着离开了幻境 眼下就在盘龙荒城当中屈循 对人类视若无睹 倒是将留在城内的鬼祟怨魂 都赶跑或者杀掉 有这些英灵走动 人类反而安心许多 贺凌川拉住贺春华 找了个避风的院子休息 曾飞雄 司徒汉自动跟随 毛桃还在犹豫 就听贺凌川回头吩咐他 拿口锅进来 还好 毛桃大喜 果然找青卫要了一口大锅 送进院子里 曾飞雄苦笑 大少 水都灌进池子里了 煮不了东西 我这还有半囊清水给您 贺凌川向司徒汉勾了勾手指 来 把这锅倒满 司徒汉微炯 还是在另外四人的注视下 取出一只水囊 咕嘟咕嘟往锅里倒水 莫看这水囊是瘪的 倒出来的清水足足满锅八分 贺凌川笑道 司徒老大可是沙匪头子 你想把他搜刮干净 哪有内膜容易 司徒汉打来的哈哈 看您说的 我现在也是正规边军了 入边的 于是 茅桃找来不少破旧家具 劈烂了荡柴火烧水 众人凑一凑 身上还有不少米饼 囊饼 肉干 鱼条 干脆都扔进锅里煮了 除了盐巴以外 茅桃居然还带着味胶和蜡粉 恶战之后 人人胃口大开 急需大块朵移 此时 乌瓦和墙头滴滴答答 天空居然开始下雨了 并且 雨势来得又急又快 转眼倾盆 幸好众人坐在眼下 免去了焦头之苦 曾飞雄听到外面 传来官军 震震欢呼 也是展言道 真是及时雨 我们能活回黑水城了 说罢退后 两步站到雨中 让雨水冲去脸上的灰尘 即便怨魂 三十重 都不与众人为敌 还有英灵护持 走出狂杀地带 可活人总是要喝水才能卫生 孙福平和年松玉 让众人倒进囊水 补充池景 回城却有十余天 不喝水 哪里能行 现在天降甘霖 解去了最大的后患 怎么不教人心花怒放 其实算一算时间 也快到雨季了 盘龙沙漠的雨季 是九月才来 说到这里 贺纯华一正 对了 今天是八月几日 四人摇头 秘境中的时间很问 出来就更莫参照物了 谁知道过去了多少天 说不定 现在已到九月 纳摩 天降雨水 不就是常规操作 贺灵川只是茅桃 将完好的瓶罐 都找出来承接雨水 走出沙漠 就指望他们了 不需要长官教导 所有黑水城人都这么干 当茅桃将一个 八十斤重的大水缸 搬去院子里时 贺纯华吩咐儿子 脱去上衣 他亲自上药 贺灵川身上的伤不重 可是数量惊人 多数是蝉丝绳的 勾着所伤 光鼻子上就有两刀 手背上 还被勾去一块肉 贺灵川明知故问 孙福平死了 当时孙福平身上的伤虽被 粘松玉治后 但先前好去的法力 可不会凭空回来 还要对战愤怒的英灵 妖妖 黑水成军 贺灵川不认为他有幸免之礼 大风军统灵给了他最后一下子 就是在神庙前 攻击我们的那位 自始至终 他都没用出设计令 没有 贺纯华冷笑 你说得对 他被急去国师之职 根本调配不了契运 否则即便是大风军英灵上场 也很难对付他 有国运护身 幽魂哪里能进 就算在自成一体的秘境当中 这条法则多少也能发挥一点作用 失去设计令 孙福平也不过是强大一些的术师 己方这魔多人手足够干掉他了 贺灵川搓了搓手 嘿嘿一笑 就没点遗言或者遗物 这贪婪的小样 恰是贺纯华熟悉的 你不是拿到战利品了 黑龙送的 一把断刀而已 还是凭我自己火眼金金找来的 要不是我灵机一动 咱们可能也被黑龙一口一个了 说得也对 这小子 居然是众人逃出生天的第一功臣 贺纯华取出了两样战利品 都是法妾 缠丝绳 兽手法杖 主要是这两个宝贝 你要哪一件 其他零碎还有很多 他就不拿出来了 男人缠红线 娘里娘气的 贺灵川选了账 还是这兽头 看起来顺眼一点 归你了 贺纯华收起缠丝绳 绑在自己腕上 兽手法杖闲之实惠 变成一把短杵 长颈一尺 方便携带 贺灵川把玩这只短杵 一边道 孙福平要本事有本事 要心计有心计 魏石魔会被消掉 国师之位 若非他的运气实在太好 自家父子和黑水城 军决逃不过孙福平的算计 都要变成祭品 看起来 都城发生了好些变故 可恨情报不畅 我们到现在 都接不住中东部的消息 贺纯华一声叹息 拿不到第一手情报 自家就算兵强马壮 也没有任何机会东进 司徒汉忍不住插嘴 那黑龙怎么会是中圣光呢 匪夷所思 第七十七章 好好好 大方胡可以接收 盘龙荒原上的怨魂 中圣光兵拜自问 也是其中一员 贺灵川回忆道 你们不知 在我刚进入密境时 盘龙城可是一片祥和富足 繁华远胜黑水城 那时候中圣光 才刚到盘龙城履职 我猜 那就是他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 因此 幻境也是完全复刻了和平时期的盘龙城 时间太苦 就值得用虚无的美好来对底 活人亡魂都一样 后来年松玉爬上城门 驾弩放炮坟城 最主要是砸烂了中宅 也就撕碎了虚幻的美貌 这才惊动了黑骄 贺灵川耸了耸肩 没办法 谁的起床期都很大 大方胡在盘龙城二十多年 中圣光早跟他建立紧密联系 死后 魂魄被收入大方胡 变味气灵 这也说得通 贺纯华症在往长子的脸颊上涂软膏 这里的伤口皮肉外卷 克制软膏能催促愈何 若我们带不走大方胡 红牙露惊后 恐怕人会有狂杀技 他沉吟一下 还是问道 对了 我听说天神最先附到你身上 卫世魔后来又跑了 我也不知道啊 贺纯川面露茫然 被白光暴敛 我脑海里就一片空白 等再恢复一时 他已经跑出去找年松玉了 这过程多久 贺纯华转问其他目击者 也就三 五夕功夫 司徒汉回忆 可有头痛晕血 有 有 老爹你怎么知道 贺纯川祈祷 我太阳瘸秃跳个不停 到现在还痛得要命 贺纯华想了想 回去找大萨满再看看 神魂有没有受损伤 哦 这个 在 自和解 贺纯川微声警惕 大萨满什么时候看过自己 话题很快又绕回大方胡 这件神器 当真与盘龙城融位一体 或许是真的呢 贺纯川反过来想 否则大方胡利用三尸虫控制敌人倒戈 大风君所向披靡 为河中圣光不趁机打回故国去 可见 这件宝物在使用上有限制 天神的东西 不是那么好用的 贺纯华点了点头 可惜啊 末法子 拿他来评判了 对了 黑龙最后说他的使命已经完成 你们说 那是 眼见四人目光灼灼看着他 贺纯华微微一审 收回了下文 问这四个直肠子的家伙 能问出什么来 还不如回去和贺月商量 拿不到这件宝物 贺纯华很不甘心 贺凌川也是头一次 看见老爹对某件东西这般热衷 甚至长须短叹 扼腕痛惜 他心里有重冲动 愿意不记待假替期完成 当然 这是原生的主观情绪 不是他的 好在贺纯华也明白 探险必须结束了 光是打开池井通道 就费尽所有资源 大家想再找到 获取大方胡的第二种办法 可能性微乎其乎 再说 大风君的英灵 寻守全城 看似保护 实则监视 活人们若想在盘龙荒城 大兴土木 这些英灵 就未必答应了 他们只能乖乖回去 没有任性的资本 这时 锅里的饭食煮好了 炒米饼加水煮开 就变成了米粥 口感有点渣 不像专门熬制的白粥 那抹顺喉润滑 好处就是管宝 尤其配上了囊饼和咸肉 众人稀里呼噜喝起来 像这样 坐在荒野孤城里 一边听着雨敲乌檐 一边看大风 君鹰临游荡 都觉恍若格式 贺林川还拿出好酒 分给众人享用 酒足饭饱 瞌睡虫就来了 十多个时辰的惊心动魄过后 倦一上头 曾飞雄喊清兵过来职位 众人一躺倒就睡着了 贺月很早就躺下 一直辗转反侧 直至两更天才勉强入睡 过去几天是贺家最艰难的时日 他白天要处理繁重的俊武 晚上回家 还要安慰悲伤的母亲 哪一样都是艰巨的任务 等他好不容易躺回床上 又是睡意全无 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如何坐位 才能撑起母子的未来 父亲的故去 对这个家是致命的打击 几天下来 精神小伙都快被折磨完了 不过这天机名时分 外头好像起了些骚动 紧接着贺月就听到 砰砰砰的紧急敲门声 二少爷快起身 老爷和大少爷回来了 平时多体面的老管家 现在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 贺月一咕噜爬起 原地愣了几夕 突然抓起床边的长衣 就冲了出去 前院熙熙攘攘 人人笑逐颜开 好像捡到了大元宝 这两天龙照在贺宅上空的 愁云惨物 一下就不现了 被围在人群正中的 不是贺春华 贺灵川父子还有谁 虽然灰头土脸 有些憔悴 向来承稳的贺家 二少姑不得体面 大叫一声抱住了父兄 贺春华俯着他的脑袋 好了好了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贺灵川嘿嘿一笑 你得把尾巴摇起来 才算欢迎我们回家 贺月揉揉眼睛 喜出望外时 又绝难以置信 狂杀计还没结束 你们怎么回来的 难道你们没经过沙漠 说来话长 贺灵川搓了搓自己的脸 先给我们接风洗尘再说 这灰搓下来的有两斤重了 我也有钥匙汇报 贺月芬得出轻重 抓着父亲的胳膊 一字一句道 东边的情报终于传过来了 沃林关贼军已被平定 大司马东浩明起兵叛变 这一记重磅 砸得贺家父子 目瞪口呆 贺春华突然仰天大笑 彭腐烦恼忧愁 全被一扫而空 好 好好好 此时应夫人也赶到了 望着丈夫泪眼婆娑 你终于回来了 直到东方大亮 贺灵川才从浴桶里爬了出来 舒舒服服伸个懒腰 恍如心生 沙漠里哪有这种享受 他连泡两大桶热水 加上贺家临时加钱找来的搓澡工 才把身上的老泥成灰搓干净 人就像重新活过来一样 狂杀纪远没结束 这一行人能安全走出盘龙沙漠 有赖于大风军英灵的护送 这些英灵走到哪 哪里的怨魂和三尸虫就会自动散开 连带着风沙都莫纳磨卷了 人类可以通行 第七十八章 半个月的风起云涌 当然 这还有个小问题 没有坐骑 英灵所过之处 异化生物也退避三射 黑水城军眉法子 再像从前那样钓起沙怪当马用 只能老老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 这磨一走就是十多天 直到水凉几乎告庆 队伍也终于挨到了红牙路尽头 走到那里 大风军就不再护送了 很干脆地扭头就走 丝毫不顾半个月的同行之意 这一路上 他们都是沉默的伙伴 从统领到小兵 赫灵川没听 他们说过半个字 洗过澡后 赫灵川换过一身衣服 赶去饭厅 那一家三口 早就落座 贺春华正在向赤子讲述 盘龙沙漠之行 印夫人笑眯眯地边听边吃饭 胃口大开 赫灵川坐下来 就拿了一个白面大馒头 老爹 你说莫说道 我救了所有人 印夫人忍不住笑了 好厚的脸皮 家人平安归来 他心情好极了 亲自给赫灵川携了一大块 卤到酥烂的五花肉 让他夹进馒头里 右色两片腌得恰到好处的酸萝卜 赫灵川吃得满嘴流油 寒寒呼呼道 我在沙漠里头 日思夜想的就是这一口 赫家人已经习惯他恶鬼一般的吃香 赫月道 那把断刀呢 我看看 赫灵川随手抽刀横在桌上 小心割伤 赫月小心翼翼轻抚刀身 入手冰寒 又觉刺痛 忍不住 哦 雷医生 把手指头色进嘴里吸了两下 赫灵川瞪眼 笨手笨脚 赫月无辜 我根本没碰到疯人 居然就被割上 赫灵川伸指头在刀身上蹭来又蹭去 甚至弹了弹刀锋 击出一声铿锵 手指仍然完好无损 你比婆娘还娇妾 这磨多年来 赫月早就免疫他的冷嘲热讽 主动转了话题 哥 弹龙城那磨大 你怎会发现这把刀 就是黑龙的命根子 赫灵川可就来劲了 一边大肆渲染自己过目不忘 心细如发 一边挥一刀画得满厅寒光闪闪 啪啦 四尺开外的陶罐阴声而碎 清水流满地 赫灵川可莫用上半点真理 应夫人花容失色 住手 这是吃饭的地方 不该你玩耍兵器 这把刀也太凶了 赫灵川扇扇收刀 赶紧问二弟 对了 你说卧灵官的叛贼已被平定 正是 赫月已经向父亲汇报过了 不介意再跟兄长说一遍 其实年松玉 孙福平满口湖州 在他们抵达黑水城之前 卧灵官的贼寇就被无敌 科技海两位大将带兵荡平 根本不可能伐木造舟 顺水东径 贺灵川呆住 纳摩 铁筒将军 赵荣略 正因为孙福平假报军情 贺春华才决议跟随他们前往盘龙城 寻找传说中可以克敌制胜的大方胡 以助力关军平定贼寇 保卫京都 结果贺月跟他说 叛匪根本没能走出沃林关吗 那寻周牧和孙福平谋取大方胡 又为了啥 铁筒将军确已战死 五 科二位领十万精兵赶到十 正好贼寇内讧 实力自行削减 饶事如此 那也是前后数场恶战 两方伤亡惨重 我们显慎而已 贺月苦笑 孙福平只说了一小半真话 真假掺在一起 才叫人难以分辨 连父亲都住了道 难怪 贺灵川亲丝一声 难怪孙福平和年松玉刚到黑水城 就催着我们赶紧出发 原来是担心东路突然通畅 真消息传过来 局势对大司马很不利 他们想利用我们 就得打个时间拆 否则都城的消息一旦传来 他们就从座上兵变成通缉犯 那大司马又是怎么回事 直觉告诉贺灵川 这才是重头戏 精兵良将都派去南方 都城空虚 大司马东昊明以为有可乘之机 派人入宫行刺 意图谋反 贺越接住道 他大概谋划已久 分藏一千六百精兵 在城郊的基座庄子里 有的庄子还不在东来府名下 也没引起关注 事发清早 南城卫直接开门 放东来府军入城 禁卫军也有内应 直领大司马手下两员 沙江入宫 行刺王上 就这魔硬感 大司马也是个狠人 贺灵川本想竖起大拇指 但这动作不合时宜 贺春华点头 大司马为高权重 王上多病 他若施主成功 或可称主病亡 助几位内使大夫伪造遗诏 让大司马受命辅佐新主 统领百官 到时他邪新主以令诸侯 事成定局 武将们也未必敢有异动 枭雄相争 无非是欲 是二字 大势已去 则是不可畏 贺灵川不懂就问 魏施魔不下毒 白刀进红刀出 可不像病亡 王上身边有要师 道义高深 下毒不可行 国君是他女婿 江山日后 不还是他孙子的魔 大司马魏施魔这样猴急 非得亲自篡权 贺春华沉默了一会儿才到 我听说 这对温序的关系不好 原因想必很复杂了 好像最近就有矛盾 北方妖国旅犯我禁 王上要求坚决还击 大司马却认为国力疲弱 风火四起 不宜多动兵戈 最好一和安抚 就我拿到的消息 王上和大司马为此 在王庭上公开争论 至少有四回 事后王上气的饭都不吃 又把东王后叫来狠骂一通 罚他在御花园跪了半个晚上 骂不赢老丈人 就骂老婆 咱王上真是抗头的汉子 贺林川挠了挠头 这又不算什么大事 值得大司马造反 贺越摇头 大司马不满国内现状 认为王上施政 无方至百必从生 就想取而代之 懂了 就是不想等了 贺林川深深叹息 想造反 什么理由不行 对了 他得逞没 没有 王上那天凑巧外出 夜宿普文公家中 密布宣发 大司马在宫中的内应不知 按原计划 带人进去行刺 结果扑了个空 王上得逊 连夜逃出 可 撤出都城 退守小西山 卓各军回都秦王 大司马谋反之事 就此东窗事发 宣州总管围敖 回原最快 在小西山两次击退 大司马进攻 坚持到科技海领军抵达 大司马见城市无望 带军稀反 退守无周 第79章 年赞里的选择 贺林川奇道 这些和孙福平 年松玉有什么关联 他俩为何跑来夺取大方胡 孙福平和大司马 共同谋反 事后被王上亲手摘除 国师之职 所以他在盘龙沙漠从头至尾 都没用出设计令 贺春华揭查 至于寻周牧 原就属于大司马派系 私下里交情深厚 但到现在 也还按兵不动 没有公开反叛 在我推测 年松玉若能替他取回大方胡 这是个了不得的筹码 他想站队哪一边都好说 孙福平那魔精明的人 这回却也站错边了 代价就是命运盘龙城 关乎权力的斗争 真是一步也不能走错 贺越轻声道 波澜壮阔的主战场 在北部 中部 黑水城和盘龙沙漠 不过是被卷入其中的小小浪花 贺春华和长子互视一眼 他们惊心动魄 闲死还生的大冒险 放在谋大局的上位者眼中 好像又不算神魔了 贺凌川在脑海里搜索片刻 就放弃了 原神平时只顾吃喝玩乐 对国中大事压根没有什么概念 二弟说到的这些风云人物 他几乎没甚印象 应夫人一直旁听 这时才开口道 这般说来 盘龙城之行没有什么收获了 倒还搭进去好多条人命 他很少掺和男人们议论国家大事 但贺家父子死里逃生 带出去二百人 回来的才几十个 他们是空着手回来的 而死者还得抚恤 丈夫这趟冒险 是不是很不划算 贺纯华听了 却哈哈大笑 夫人 账不是这样算的 我们虽然没拿到大方胡 却干掉了年松玉和孙福平 这就是此行最大的收获 他抓起满杯酒 一口钱了 孙福平是今次叛变的首犯之一 王庭侍卫心腹大患 我杀了他 又替王上解忧 又能振奋军心 有大功 贺约也道 孙福平任国师多年 知晓密文不计其数 本身心计深沉 道衡厉害 他去盘龙城谋夺大方胡 无论是要助力大司马 还是投奔别人 都为王庭深深忌惮 我们替大渊除掉后患 其实也是掺和尽讨判的大战 事后说不定论功行上 贺灵川笑道 杀孙福平是为国分忧 杀年松玉是为老二除患 我们若死在沙漠 他回头定来找你 应夫人好奇 他找月儿有什么事 贺月脸一白 不月 修听大哥胡言 不过寻周木梅拿到大方胡 还折进一个儿子 不知后续何谓 贺纯华冷笑 我在路上一直思索 如何向王庭交代孙年二人之死 原来纯属多虑 明天我就把寻周木和孙福平 共谋大方胡的消息 递送王庭 今后他也没空再来找我的麻烦 贺灵川想起老爹过去十多天 杀沐行军事的愁眉苦脸 再看他现在眉飞色舞 眉宇间还有淡淡利器 也知道他终于放下了 措施大方胡的遗憾 贺纯华问贺月 我考考你 若是年松玉和孙福平的死讯传到寻周 直北大将军会如何行事 贺灵川不服 老爹 你怎么不问我意见 那你说说 造反 贺灵川笑盈盈的 身边也没用 除了造反 他没别的选择 寻周木年赞礼 原本就和大司马 同穿一条裤子 但大司马 造反时他不在现场 事后 也是引兵不发 别人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 王廷肯定不满 不发兵去打大司马 就是不表忠心 现在 年松玉和孙福平谋 取大方胡的消息传出去 寻周木真是黄泥调禁库当理 无论他怎么身变 王廷也不会采信 更何况 他原本就居心不良 这不就是逼着他造反魔 不一定 年赞礼 也还有别的选择 贺岳却道 除了跟大司马一起造反 他还可以投向北方妖国 贺林川一愣 他被称作 直北大将军 不是跟妖国打过很多仗吗 看来 他是真的应该找机会 恶补这些知识了 其实 年纪在北地经营得不错 贺岳道 跌来到千松郡以后 也是三天两头 和外敌打仗 一直打了十年 可是你看 现在 咱们的边境贸易很繁华 跟多国之间关系也好 那是因为 咱们和外敌之间 还隔着一个盘龙沙漠 只要站住黑水城 对方就进不来 贺林川笑道 行了行了 你想说的我知道 年赞里有可能投降北方妖国 那么他给北方妖国的投诚里 就是自己辖下的寻舟 贺岳正色对贺纯华道 算下来 他也不吃亏 因为北方妖国还会指派他继续担任一州之长 降舟用降降 此事古有之 那么他接下来就只有这两个选择了 跟随大司马 或者投奔北方妖国 贺纯华陈寅 大司马最近虽然吃了败仗 但底子雄厚 在天寻舟目这样的助力 国内乱战不知何时方休 如果他要北投 北方妖国当然乐意 兵不认血就再拿一州 并且 寻舟地势紧要 一旦被妖国占走 后面就是大片平原卧野 义工难守 也就是说 后面无论寻舟目怎么行动 对大渊来说都是很切一刀 血淋淋的 贺凌川伸了个懒腰 如果我是王上 那还不如保持现状 贺纯华听了 眉头紧皱 贺凌川擦了擦嘴 正想离席 忽然想起一事 对了 老爹 孙福平的法杖不听使唤 你那里有没有使用说明 失掉主人以后 兽手 仗就变回金刚处的模样 任他怎么用真力驱动 都静悄悄 那法杖其实不合你用 不若将他卖了 应夫人也开了口 这趟冒险回来 花钱的地方又多了 别的不提 发放抚恤 就得花掉多少银子 不如将他卖了 换钱补亏空 贺凌川两手往胸前一抱 这是我就回几十人的奖励 老爹亲手送我的 哪有要回去的道理 想狂他 家属抚恤走的是公账 又不用贺府掏钱 贺春华若有所思 随手从怀里掏出个本子 哗啦啦翻动起来 然后撕下一页给他 诺 那把账的用法都写在上面了 第八十章 刀剑有眼 还真有 贺凌川将信将疑接了过来 一看上头的字迹 就疑了声 这是孙福平写的 嗯 贺春华晃了黄手上的本子 从他身上搜来的战利品 黑水成军 在大风军英灵和魔物的帮助下 干掉了孙福平 贺春华绝不会放弃 搜刮钱国师遗物的机会 贺月好奇 本子上还写了什么 神通法术 丹药奇物 即是所谓的妖法 贺春华收起本子 我本想看看 上头有没有记录军机密文 贺凌川也好奇 有没有 没有 吃饱喝足 贺凌川就站起来告退 他刚走出花园 豪叔就跟了上来 诚恳道 多谢大少 贺凌川知道 他在感谢自己弄死年松玉 踢要子腰抱了仇 当下漫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小事一桩 信年的狗犊子 也想弄死我 可惜莫能趁心如意 接下去的日子 风平浪静 贺凌川又当回游手好闲的富二代 吃喝玩乐 有人请 狐朋狗有一大堆 只要他去茶楼取愿 必定有人围上来 吹捧贺大少 神勇无敌 闯进区 就队友 杀叛贼 样样都非常人能位 这几天 历险归来的曾飞雄等官兵 都得到了丰厚的奖赏 有钱之后 自然要去市井花拆花拆 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吗 所以 这段故事 就在众人的口耳相传中 越发光怪离奇 当然 孙年二人 被形容为 猥琐狡诈 头顶生疮脚底长龙那种 贺家父子 则是英明神武 带领黑水成军 挑战狂杀技 大战盘龙成怨魂 并且还能凯旋归来 贺凌川很笃定 路上向他抛媚眼的大姑娘 小媳妇 何止增加两倍 英雄爱美人 美人何尝不喜欢英雄 可惜啊 他练的功法 不允许开减 这天 曾飞雄给他介绍了一家铁匠铺 据说这铺子 已经传了五代 黑水成军官的武器 都在这里定制和保养 贺凌川进去 就把断刀摆了出来 能不能接好 这铺子当家的是个红脸的大胡子 拿起断刀 一看就动容了 好刀 好凶 干这行十来年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班兄兵 都已经断坐两劫 仍然责任欲试 他看两人有点茫然 就解释道 这是刀心不死 就像梅牙的老虎 他还有利爪 还有体格 普通人还是打不过他 他没去碰触刀刃 但嗅了两下 这刀至少吃过几百人 怕是五七百都有了 贺凌川笑道 这是盘龙城指挥室 钟圣光的佩刀 曾飞熊这才差的进化 这位是贺府长公子 贺大哨的英雄行径 长脚一样 传遍了整个黑水城 谁料铁匠不知 也就罢了 听过以后 反而连连摆手 恕罪 但我修不了这件宝贝 莫说是我 整个黑水城 不对 整个千松郡 恐怕都没人能办到 贺凌川脸色不好看 什么意思 大概是气场相投 这把刀 他是越看越喜欢 不希望闲置 说得势力些 就凭 终圣光就藏 这几个字的标签 一旦修好 那可是价值连城 传说神器有灵 这把刀 虽然还没到那个等级 可他喝多了人血 凶器缠绕 久之也有了一点点 懵懂的灵性 这就叫刀心 或者换做刀眼 铁匠拿起宝刀 指着断刃处让两人细看 您看断面 是不是温温润润 旁腐有水银流动 他还轻晃两下刀身 曾飞熊看的眼都不眨一下 然后连连点头 果然 他摸过的武器 不下数十件 头一回 见到这种水银一般的断面 所谓刀剑无眼 那是指普通武器而言 断了也就断了 重新捎断补上 大不了容掉重重 铁匠苦笑 可您这把宝刀 一旦容掉 从前养出来的刀心就没了 如果只是修补 他绝不会接纳繁铁 不仅要主人的血 还得用上语经 语经 贺灵川觉得 这两个字 有些耳熟 仔细搜查原生诗海 居然真的找到了相关的资料 传说中 只产于昆宇齐山 专注神兵的语经 原生在茶楼听说书人讲过 不止一两遍 正是 这等宝物 我还没听说 千松俊哪里能有 贺灵川指头在桌面敲了几下 一脸难色 正当曾飞雄以为 他要放弃时 贺大少却从怀里 逃出一只短蜀 你看看 这个合不合用 曾飞雄大吃一惊 这不是孙国师的随身法杖吗 这位少爷是想损坏一件完好的宝物 去修补另一件宝物吗 他小心提醒 大少 这只法杖价值连城 郡守大人给出去时都有点舍不得 贺灵川嗤之以鼻 价值连城又怎样 我不能用 还留下干嘛 贺春华给出的那页说明 他和贺岳君仔细看过 也试过 奈何法杖太傲娇 对各种指令全无反应 他的前任主人是国师 除雀乌山不是云 则主的眼光自然也高了起来 以孙福平的本事 若不是国师身份失效 若不是盘龙秘境压制他的修位 若不是被贺灵川等人拿手成弩炮 接连偷袭几轮 若不是大风军英灵加入战斗 贺春华带领的黑水成军 哪里拿得下他 宝物再则主 显然他不想要这两个弱鸡当主人 对于这种眼高于鼎的臭毛病 贺灵川当然不会惯着 得不到就毁了他 用在跟自己投缘的断刀身上 不好吗 他将锄王铁匠手里一塞 看好了 这块瘦手是不是语精 探险路上 孙福平的随从就得意洋洋地说过 国师的仗手助以昆宇之童 是有钱也买不住的宝贝 贺灵川估摸着 这就是语精 当然这几位随从已被贺春华剁了 但言由在耳 铁匠也吃惊于贺大少的财力 随手拿出来一样东西 就是平民奋斗几辈子都完不成的小目标 他接手薄储仔细观察 又不知从哪里取出药水 滴了几下就反复妈撒 鉴定半天 他才抬头道 大少 这的确是语精 但在我这里用不了 你逗我玩 之前说没有语精修不了 现在有了语精也修不了